中國人現女子排球隊七夜九年時成立 成立的第一年到七夜十六年都在例行賽中獲得亞軍 並在七夜十一年拿下挑戰賽冠軍 不過去年七夜十七年賽季 主力攻擊手張立文離隊前往旅外 其他球隊也強勢崛起 中仙女排只在當年的例行賽排名倒數第二 不過在七夜排球聯賽十八年全新賽季 新北市與中仙女排聯手出擊 新隊名新北中仙女排期待有地方政府的支持 能夠達出亮眼成績 可能在今年因為每隊的隊伍選手都有做一些更換 那當然就是在新北市的協助之下 冠名了我們一定要更努力 教練選手也好都是要做最大的努力 近年來七夜女子排球聯賽 許多球隊表現小狼強勢 而作為七年元老級的球隊之一 也面臨許多挑戰 多年來的陣容變化幅度比較大 如何游下整合也成為一大難題 不過作為中仙女排多年班底 也是得分主力之一的劉美金 則對此有不一樣的想法 陣容變動很大 但是我們就是我們有長期 就是長時間有訓練嘛 那訓練模式沒有改變到很大 所以我覺得還算還可以啦 有足夠的時間的話 其實是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以許說是拿下他們 不如說是先把我們自己做好 那如果當我們一個球隊 自己先做好本身自己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那自然的 大家的目標都會一致的話 那我們就會往更好的方向去前進 先將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 到了比賽開打時 在場上就能夠見真章 雖然人員變動的確帶來不少影響 但球員們也將這些考驗化為動力 期待全新賽季能夠再闖家機 無奈特異臺採訪報導